不等于什么呢 is post back 就是 这边我们可以做一个判断 也就是说呢 当他不等于 这个 这个这个第一次 后面有一个应该是属性 这个属性的话就判断说 是不是第一次被执行 如果呢 他不是 is post 这应该是 这个 前面加一个这个not not is post back 的话呢 那就等于是第一次被执行 通常我们如果加这一个 这一个判断式的话呢 那就判断说 他是否第一次被执行 如果是true的话 如果是true的话呢 那再把这个项目加进去 所以这地方的话呢 我们把这个项目加进来的话 这个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5-34页这个地方 来看一下这个程式部分 其实呢 就只是把这个动态的动态加进 那动态加进来 有几个地方 各位特别注意 就是我们 比如说我要逐一个加进来的话 他这个地方你可以发现 一个项目一个项目 总共呢 我必须要加四行 那里面的话 第一个 我就加的add add后面的话呢 加一个item 那第几个item的话 通常呢 这个编号你可以自己去 零也可以啦 或者是一也可以 不过通常我建议是从零开始 因为最好跟index是 同样的这个 同样的顺序 然后呢 里面的话呢 也就几个属性 你要去变更 包含就是slade 其实就跟我们手动模式一样 只是说你要你要用那个程式方式去建立 那value是多少 所以你逐一把它建立之后的话 那这个是动态 动态的这个方式 在增加 所以这部分的话 我想各位也稍微看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是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呢 再新增我们要的这个资料进来 那当然各位也可以试试看啦 比如说呢 你已经有三笔资料 你还要再加第四笔资料进去的话 其实也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来增加 OK 我们画面的话给各位一下试试看